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高盛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师刘靖金预测,明年中国股市有望获得12%的回报,其中A股有望达到16%。 刘靖金认为,中国股票估值处于历史低位,具有较大吸引力。 然而,他也提到一些投资者对经济增长放缓和海外风险担忧,但他表示,即使风险维持高水平,10倍市盈率仍然具有吸引力。 此外,刘靖金建议重点关注消费行业和盈利增长加速的行业。 在2024年展望中,高盛维持内地A股的增持评级。 同时,高盛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稍微乐观,预计2023年为5.3%,2024年为4.8%。 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陕辉也表示,全球经济趋势与美国相似,经济没有进入衰退的迹象,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持相对乐观态度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